不过在日本只有3.5% 但是日本的美食 拉面 寿司 都是高淀粉的食物 为何日本的肥胖比率 就是比台湾低很多呢 网络点出 台湾人幸福肥的原因 带您来看 日本单位王节目盛行 参赛者个头却很娇小 日本美食 拉面 寿司 都是高淀粉食物 但许多人去到日本印象深刻 觉得走在路上 似乎很少看到胖的人 对比全球公认最胖的 美国人数据惊呆网友 而台湾官方数据揭露 台湾19岁以上国人 过重及肥胖盛行率 已飙上50.7% 台日差异怎来 网友好奇 有人解谜 看台日路上机车辆就知道 台湾人爱骑车搭车 日本人更爱走路 台湾潮湿闷热 走几步就满身汗 反观日本气候干燥 走酒也不累 有人说台湾人的饮食 是幸福肥地雷 日本人爱喝无糖茶 台湾人天天一杯手摇饮 台式标配鸡腿便当 加手摇饮 这不胖谁胖 反观日本食物 调味量偏向简单 不像台湾油炸 热炒勾芡 痒痒来 而日本街头随处可见 饮料贩卖机 但之所以喝不胖 是因为商品半数以上 是黑咖啡 无糖茶 还有矿泉水 有日本医生更揭秘 日本人的肥胖 比较不容易堆积在皮下脂肪 而是堆在内脏 看不出胖 而这可能又和天生基因 还有饮食有关 去看不出胖